做不做妻子监听的话 就不可能知道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自己的 现在各种各样的场所 你看那些 就很简单 现在你只要到了娱乐场所之后 你晚上到了某一个时间 几杯酒精下了度之后 那男人和女人之间 那种在一起的那种速度 就是光速 所以根本你没办法去要求每一个人 他都会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也都对对他们负责 所以必须要做妻子监听 你男人在外面玩 就怀疑自己的老婆在外面玩吗 就用自己曾经做过对不起老婆的事情 如果全家只是男人在外面玩的话 那男人自己玩啊 男人自己会怀孕啊 所以是对方吧 那说实话 你男人不在外面玩的话 你怎么会去怀疑那些女孩子玩 而且你这个时候怀疑的什么 怀疑的是自己的老婆 没有女孩子的话 男人怎么可能出去玩啊 你意思就是说 这个事情女孩子错了 很简单 你一个月可能去酒吧的四处 比我一年去的都多 你一个月 你一个月打麻将的四处有多少 不是 打牌怎么会跟这个乱有关系 请问我告诉你 那我去酒吧就乱了吗 我知道我们都是男人 你就觉得去酒吧的女孩子都不好 反正我每次去之后 我虽然去的很少 但是每次我去的时候 我能看得出来 你能看得出来我吗 我又不会走的 我没说你好吧 你就是在说 你为什么这个事情要指导我呢 什么叫做比方了 你在这里 在节目里面说什么 我去酒吧 第一 我是 我去酒吧 可能比你去酒吧去的多 但是最多也就一个月一次 而且我去酒吧 因为我不能喝酒 我根本是喝不了酒 不好意思 请不要把比方打到我身上好不好 你是我的搭档 我不把比方打你身上 打在身上 那有什么事情 我又把比方都打在你身上了 那那个男人乱 我应该把比方 男人乱的比方打在你身上吗 应该吗 这是节目效果 你知不知道 我觉得这样子不能呈现节目效果 这样一定能呈现节目效果吗 你不得了 你所有都说不得 你所有都碰不得 你来做这行干什么 什么叫做 所有都说不得 所有都碰不得了 我觉得这样子 这就算是 这不是为了节目 就算是一个很简单的玩笑 你也不就是这样子 可可真为了节目是要点 在台下你开简单玩笑 没有关系 我在台下说过你的事情吗 开什么样的玩笑 我在台下说过你类似这样的事情吗 我台上台上都没有说过你 我这个时候我就打了简单的一方 这个时候我说男人乱 比如说小人跟你乱 这样子你能接下去吗 说什么 我一定会 我有说过你乱吗 我在酒吧里就不喝酒 你这个时候先说女孩子乱 然后再指出 你去酒吧 你不是说我乱吗 你这样 别人穿的不会有奇异吗 不会有奇异吗 这个时候你一个女孩子 我本来就是个女孩子 你这样说 难道对我来说不是一种侮辱吗 我有说你怎么样吗 我只是说一个事实 我只是说 我只是说一个比例的问题 事实 什么事实 你懂不懂我说什么意思 拜托 那你说的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跟他真的没法交流 这件事情本来就不应该说 为什么要说这样的事情 不是本身这是效果 你知道吗 能够证明我去酒吧 就证明现在的女孩子 全部乱吗 那还是因为推理到 就是我乱呀 我跟他没法说了 我 对不起 我错了 我做不了这个节目 OK 可以了 对不起 那你为什么用这样的方式呢 是因为你是大哥 就可以这样的吗 你动不了 你动不动就不做了 就走了 我有什么样的方式了 我没法跟你交流了 我怎么样 那你坐下来 好好交流 不是 我坐下来 我本身没有侮辱你的意思 是你非要把自己 往自己身上扣这个事情 我有说过什么吗 我有说过你怎么样 这 我听见 所有的事情 我每次我都会说 你那句话是说 你那句话是说 你一个月去酒吧的次数 比我打牌还怎么怎么样 比我一年去酒吧次数还怎么怎么样 但是我跟你讲 我一个月都不一定去一次酒吧 你这样说出去 人家会怎么觉得呢 你如果觉得不行的话 你可以继续 你可以录完了之后 可以让自主人把它剪掉 这个我没有问题 你何必让整个过渡进不下去呢 你觉得这样很有劲吗 我觉得 我觉得你就有面子了 你觉得你的尊严就得到满足了 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你做一个主持人就得到满足了 我觉得你说这个事情没有问题 那你要走 男的就是做主持人就成功了吗 我没法跟你交流了 我还怎么样 我面对的只有你 我没有说我跟其他人在一起 很多人在一起做这种 我面对的只有你 我跟你没法抬下去了 我跟你没法交流 我的一些东西 你了解不了的 那怎么办 你说怎么办 跟你没关系 我不会怎么样的 你放心 你首先把我陷入一个不人 然后把我陷入一个不义 你觉得不行 你觉得要减掉 没有问题 但是你为什么在录节目的时候 你就可以走呢 我现在不是在跟你交流吗 现在不是在录节目了 现在没法录下去了 你那现在不明白我是什么样一个用意 我是在这个节目中 为了回你作为快感吗 把你毁掉之后对我有什么好处 你是我搭档啊 你记得都不明白吗 哎 于工作你是我的搭档 那你说你为什么要不让的话呢 于在历史前后来说你是我的晚辈 我我我为什么要胡说和你啊 你现在应该有那个主持人的一个意识 是应该想一些势力去反驳我 而不是人身的攻击 是因为你现在人身攻击我 我想我想势力反驳你 我就是拿你人身攻击来攻击你吗 在哪儿呢 谢谢观看